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出黑暗入奇妙观明者的美德 这是今早的经文 愿神祝福凡聆听及遵行他话语的人 好 我们将时间交给林卫梅师母 好 现在我们是分享神话语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天父我们 安静我们的心 预备聆听主你向我们所说的话 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 向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来亲自的对我们说 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 成为我们一生人的帮助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今天是少年主日 那么少年团呢 今年的他们的主题是恢复身份 建立生命 迈向荣耀 然后他们所引用的经文 就是刚才所读的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我觉得呢 少年团契 他们在今年订的这个主题 还有他们选用的经文非常好 很贴切这个时代的少年人的需要 所以呢 我今天要特别要用 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还有这一节的经文 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呢 曾经有一组的医生 他们对一批的少年人进行了一个研究 然后呢 他们就把这些少年人 一批的少年人分成几个小组 每一个小组里面有十个人 然后呢 这些小组就轮流进到一间房间 进行实验 什么实验呢 这个医生 这些医生就告诉他们说 我们要测试你们的视力 看你们的眼睛 能不能够看清楚啊 但是呢 话是这么说 其实他们要研究的是 群体的压力 群体的压力 对青少年人的影响 好 这个测验是怎么进行的 首先呢 这些人进到房间之后呢 医生就告诉他们说 这个房间里面 我这里呢 有好一些的卡片 好 每一次我举起一张卡片的时候 这个卡片上面呢 有三条 三条纸线 ABC 三条长短不一的纸线 每一张纸卡的这个纸线呢 它的长短的顺序都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指A B或者是C的时候 我指在A B C 如果我指在那一条最长的线的时候 你们就举手 听得明白吗 好 这十个人 大家都听明白之后呢 这个医生就开始了 第一张图片是这个 他就举向A 有灯楼吗 手电筒 A 举向A的时候呢 你猜什么事情发生 A的时候 其实呢 在他们进行 这个试验之前 医生跟其中九个人 八个好了的 八个什么呢 就是说呢 其实在这十个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是真正是要被测试的 只有一个人是要被试验的 其他九个人是八个好了的 医生跟他们说 在这三条线里面 你们不要举最长的 你们要举第二长的 意思说 只有那个被试验的人 是蒙在鼓里的 结果呢 当医生举向A的时候呢 其他九个人 都很合作的举起他们的手 那么你猜 那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 他什么反应 他已经觉得很奇怪 很错愕 而且呢 很迷惑地看向其他人 为什么他们举手 明明是哪一条比较长 B比较长 但是他心里面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们 A会看成A比较长呢 所以呢 当他看着全部人都举手的时候 他也很小心翼翼地 举起他的手 那么这个试验 经过好多轮之后呢 每一轮都是呢 这九个人举起第二个 第二条比较长的 所以这个被试验的人呢 一次又一次的 一次又一次的 不敢举最长的 因为全部人都举第二长的 所以呢 他还是一而再 再而三 他明明看见 最长的线 但是他不敢举 都跟他们举 做出一样的选择 好 其实呢 在这一批的试验里面呢 不是这一个人罢了 做出这样子的选择 其他 有75%的少年人 他们也同样 做出 跟自己的想法 不一样的选择 就是 符合 其他人的选择 符合其他 九个人的选择 好 所以75% 意思是说 有一百个人 里面有75个人 他们不敢 做出对的决定 他们看到对的答案 可是他们不敢举手 意思是说呢 在 这个试验就告诉我们说 群体的压力呢 会让人妥协 特别在青少年人当中呢 更加容易妥协 有75%的人 他们会妥协 他们不敢表达 自己的立场 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虽然他们明明知道 他们的选择是错的 但是呢 为了怕被人家嘲笑 所以有些受访者呢 有些被测试的人呢 后来经过访问的时候 他们就很坦诚的表示 他说 为什么我会做出 跟他们一样的选择呢 是因为我害怕被别人取笑 我不敢做跟别人 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群体的压力 特别在青少年人当中 会让他们妥协 所以青少年人呢 他们常常都会觉得 我要跟别人一样 少年人说 我们都一样 他们都希望我们跟别人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呢 我们来看一下 青少年人 少年人呢 他们是介于 儿童期 还有成年期 之间的 中间的那一个阶段 介于儿童期 还有成人期的一个阶段 大概是中学时期啦 今天我们看到少年人 中学时期 这一段的时间 这一段时间呢 他们呢 是迈向 慢慢变独立 慢慢独立 从本来呢 依赖父母 依赖家庭 然后呢 他们走向独立 变成 跟社会的交往 会越来越广泛 扩张了 他们的社交的 这个 范围哈 所以当他们跟社交的 这个连接 更广泛之后呢 他们受到他们同辈 还有社会的影响 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同辈 还有社会的影响 越来越大 所以呢 在这段时期呢 你会发现少年人啊 他们很向外的 有没有 他们喜欢跟朋友 在一起的 待在家的时间 比待在外面的 待在外面的时间 比待在家里更 怎么讲 更多 所以你有没有 跟你的孩子说 搬出去住好了 以前我们上年短期的时候 常常往家会跑 家人就会讲 你搬起来 我都很大 因为呢 这一段时间 他们需要朋友 朋友对他们来讲 比家人更重要 我忘记了 看重朋友过于家人 朋友对他们来说 很重要 所以呢 他们会互相影响 他们也很在乎 朋友 或者是这个社会的人 对他们的看法 如果一个少年人啊 他的自信心不够 心理建设不够强大 或者是呢 他的 他有自卑感的话 他更加容易 受到别人的影响 他更加容易 去符合 符合别人的要求 要跟别人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有时候呢 少年人呢 他们喜欢 在打扮啊 讲话的pattern啊 看的东西啊 都会互相影响的 都会喜欢跟别人一样的 有发现吗 没有啊 我记得 我记得 我以前做少年人的时候啊 那时候有人买了 这个Palace Palace Jazz的鞋子布鞋 记得吗 现在的人不知道 Palace Jazz的布鞋穿 一整个少年团期就好多人买这种的鞋子穿 所以因为要跟别人一样 如果跟别人不一样的话呢 就怕 哎呦 他们看我不一样 很怪 很奇怪的人 所以呢 他们要跟别人一样 好 这个问题呢 在少年人当中 我们要特别去正视的 如果 所以我们常常讲 哎呦 我的朋友 不是我的朋友 我的孩子啊 畅癌呦 畅癌呦 其实不是畅癌呦 是 是他们在互相影响 谁知道你的孩子不是给别人影响 是你的孩子去影响别人变成坏了 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呢 如果呢 他们的影响 之中的影响呢 是好的话 那个就感谢主了 因为带你去正路 如果他们对少年人的影响是不好的 全部把个好一起逃学 一起 一起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个就糟糕了 所以呢 我们要特别正视少年人在这个阶段 这一个妥协的这个问题 我们都一样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这个世代 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呢 特别 这个整个时代 整个现今的时代 就好像有一股很强大的洪流 一股时代的洪流 正在冲向整个世界 这个不是水来的 这个是雾来的 但是他看过去 好像一个水 在冲向这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一个时代的洪流呢 对今天 这一个世代的青少年人 有很深 很远的影响 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 好 根据一些社会学家呢 他们根据不同世代的人呢 就给他们取了不同的代号 那么这一些代号呢 基本上是国际以上都通用的 他们为着每一个世代的人 都有他们做的 分析了他们的特点 都有他们的特点 他们的同样之处 好 那么今天我们看 这张图表 今天我们的教会的少年人 在哪一个世代呢 特别在Y世代 还有Z世代 不是 不是 是Z世代 还有Alpha世代 我写错了 华语的我写错了 应该是Z 不是Y 是Z 紫色的那个是Z世代 我打错了 英文的是对的 好 今天的少年人 这一帮的少年人 因为他们的出生日期 是在这两个阶段的 所以我们要特别看 这两个世代的人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所以你 等下你就可以了解 他们这个世代 这个时代 对他们的冲击 是有多么的大 好 我们先来看 Z世代 Z世代 Z世代的人 差不多是生在 1996年到2010年之间 1996到2010 所以如果你在这 差不多了 没有一定是这个年份 差不多是在这个一个 的阶段里面 差不多现在的人 Z世代的人 是13岁到26岁 所以你26岁以下的 到13岁 你都是在Z世代 所以大部分的人 都是在Z世代 少年团契 青年团契 好 Z世代的人 他们有什么特征呢 最主要的特征 最特 最主要 最特别的地方 是他们 是第一代 是第一代 从小就接触互联网 Internet 还有手机的社会群体 第一代 是从小开始 我们是长大了之后 才开始接触 他们是一出生 就跟互联网 一起长大的 一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接触了 Internet了 互联网 这个手机 这些的装备 然后呢 他们很多呢 都是从小 玩着父母的 手提电话 一起来长大的 差不多呢 10岁 平均来说呢 平均来说 他们10岁 就拥有自己的电话 现在差不多99%的人 都有自己的电话 有对吗 差不多99%的人 他们都有一部 智能手机 在他们的手上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个互联网 线上的生活 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上网的生活 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以前呢 以前不是的 我们線上生活 和线下生活 是分得很清楚的 以前我们要上网 我们要怎样 Buck掉电话线 然后 插进那个model里面 然后要听到 然后接不到还要再听一次 接不到还要再听一次 后来才能够connect到 你才能够上网 现在不是了 他们一打开手机 从小一打开手机 就可以 就是在线上生活了 所以根据他们的调查 他们每天会花 差不多六到九个小时 在线上 特别在社交媒体里面 什么社交媒体里面 YouTube TikTok 抖音 IG 还有小红书 还有什么 类似 差不多这样子的事情 我都不懂 Facebook很少了 我不知道 因为我每天都在用Facebook 所以我是比较老古板的 所以他们花六到九个小时 在使用社交媒体 所以智慧手机 Smartphone对他们来说 不只是一个工具 对他们来说 是他们生活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来的 因为就是他们的生活 只要一部手机在手 他们就可以全世界走透透 所以手机和互联网 对他们来说 是他们的标志 好 现在我们来看Alpha世代 Alpha世代呢 基本上我们今天的少年人 Alpha世代的人 才刚刚要进到少年团去 今天主日学 小学学生 就是属于Alpha世代 他们差不多是在 2010年之后出生的人 都是属于Alpha世代 Alpha世代的人呢 他们跟Z世代的人 有什么分别呢 有些人就说 Alpha世代的人 比Z世代的人 更加的Z世代 好 他们怎么形容呢 他说这个Alpha世代的人 一生下来 他们就双手拿着 智能设备玩耍 甚至用奶嘴 点亮屏幕的光亮 意思说呢 他们一生下来 就跟智能设备 智能的装置 玩在一起了 什么叫做智能设备 智能装置 我讲到累了 好 等下我再讲 智慧装置 人工智能 机器人 所以他们一生下来呢 他们不只是玩手机 不只是上网 他们跟各种各样的智能设备 你的家里不知道 其实你们家也是有智能设备的 Smart TV 扫地机器人 圆圆的 走来走去帮你扫地的 还有什么 各种Smart Cooker 还有 然后有些人的家 我们这里会比较落后一点 有些地方他们就比较先进了 还没有回到家呢 就先在你的电话 一下 现在把你的家开 你进去家里 就马上可以觉得 冰冰凉凉舒舒服服 Smart Home 各种各样的智能装备 还有AI 还有人工智能 还有机器人 各种用语音控制的东西 这些都是人工智能的东西 是跟机器人一起玩的 所以其实家里我们都有很多的机器人 机器人你不要想象到是一个人 robot这样子的 他们扫地机器人 圆圆的也算是机器人 所以 这一些Alpha世代的人 特别今天在主日学 比较小一点 快要进入少年团契了 2010年的已经进入了 他们是跟机器人 跟智能装置 跟AI一起长大的 比Z世代更高科技一点 所以 我的女儿很厉害 小的那个 不用教的 她不用教 她可以拿着电话 然后 我们找东西是打字吗 对不对 打字要search什么东西 打字 她不会 以前不会打 她就会 TALKING TOM TALKING TOM 有没有一个猫会讲话 打她一下 她会动的是吗 TALKING TOM 你们没有玩这个 她就会找 她不会 DOWNLOAD 那个 她不打 不懂得打 TALKING TOM 她就讲 TALKING TOM 然后就会出现 她就可以按了 她已经都会用了 所以她用电话 有时候比我们 比我妈妈更厉害 有时候我不懂 她从哪里找出来的 这些东西 她会用 她会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也不懂 去哪里找的 所以他们不用学 他们都会了的 这个Alpha世代的人 我们注意看 还有他们说 这一帮的人 是善于利用元宇宙 还有其他虚拟空间的时代 已经进入元宇宙了 我们这里还没有 在外国 好像在韩国 他们小学阶段 就已经用VR 开始用VR上课 上课的时候 有在VR这个东西的 上课 所以 这一批的人 更加考科技了 然后一些神经科学家 他们认为 这个Alpha一代的人 他们跟前几代的人 有很不一样 他们学习是透过 什么样的方式学习 他们喜欢观看短视频 看影片来学习 如果书给他们看的话 他们不喜欢看 有文字的东西 图像的东西 他们不喜欢看 他们喜欢看动画的东西 动来会动的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报告 加持报告 我们都没有这样子报告的 因为人喜欢动 动画的 所以有很多animation的东西 还要有人 这个星期有森林之夜 还要有人在那边 这样子的报告 所以影片都不一样了 所以他们说 可能在往后的将来 各行各业 老师 看护 各行各业会被机器人取代 机器人 所以Alpha时代的人 是跟机器人生活在一起的时代 这是他们的得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Z世代的人 跟Alpha世代的人 就是这世代的少年人 还有即将要进入少年时期的 这些儿童 他们是受互联网 还有手机影响 他们除了这两个 还有人工智能 还有机器 就是机器人 元宇宙 这样子的东西影响他们的 所以从他们定义 他们在解释Z世代 这一代的少年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一代的少年人 还有他们往后一代的人 他们都被这整个 整个大趋势 整个世界 影响着他们 笼罩着他们 让他们净透在这样子 我说高科技的时代里面 我把这些东西形容成高科技的东西 他们都净透在这样子 高科技的时代里面 他们没有办法避免的 因为整个时代的趋势 就是这样子走的 整个这个时代的洪流 就是这样子冲着 冲着这个时代的人 所以当我们看 你去上网找的时候 你会发现 高科技确实有好多 很方便 很好 有它的好处 他们都说很方便 最主要的就是很方便 让人少劳动 少做工 少用头脑 轻轻松松的过日子 但是你知道吗 高科技对我们这一代的青少年人 甚至对我们自己来说 是特别对他们的生命 有很大的影响 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 是一个危机来的 如果不懂得拿捏的话 不懂得怎么去抵抗 这样子世界给他们的冲击 是在世界的人说 你们都要一样 要沉浸在这样子高科技里面 如果不懂得抵抗的话 就会被冲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高科技 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最主要的我觉得 我是从人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上网看的话 他们会告诉你 从经济 从社交 各种各样的方面来看 今天我特别要从人的角度来看 神所创造的人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高科技 他所带来的危机 最严重的就是 他是一步一步 慢慢的 不是一下子 他是慢慢的在腐蚀 在侵蚀 在破坏神所创造的人 破坏扭曲神所创造的那种 形象和样式 是这个 我们第一个来看一下 破坏自身的健康 心理的健康 第一个就是心理的健康 你知道吗 他们发现 根据他们研究发现 从小接触这些科技产品的人 从小就开始接触科技产品的人 他们的孤独感会比较高 什么是孤独感 就是他们会觉得很孤单 没有朋友 没有人陪伴我 我很寂寞 这样子孤独感 他们的孤独感会比较高 然后呢 如果他长期觉得孤独的话呢 他就会引发他的忧郁症 抑郁症 心理的问题 心理健康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的证据表明呢 现在的儿童 你在小学 你就会发现 小学生 好多人都有忧郁症了 小学老师有对吗 没有对 有有对吗 有对啊 小学生都有忧郁症了 小学 我记得 我读好几年前 我身边的一个人 他在大概六年级的时候 也是有忧郁症的 现在呢 我觉得更加严重 小学 我们干坡的地方 可能还少一点 你去新加坡 这些城市的地方 他就会更高一点 给人心理的 带来心理健康的影响 那么呢 如果他有忧郁症 孤独感很严重的时候呢 他就 他就增加了 跟 他跟别人相处的 那个 那个 怎么讲呢 就更少跟别人的 跟别人相处 因为不喜欢跟别人 在一起 不喜欢跟别人交际 那么呢 就会再增加 他的孤独感 明白那个循环吗 他已经有这个孤独感了 他又不喜欢跟人家 参在一起 那么呢 这个孤独感 就会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后来呢 就让他整个人格失常 所以现在的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心理的病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科技 其中一个 带来这个科技 另外我们看 就是 生理的健康 生理的健康 我们常常讲 我妈妈 还是我自己 都跟我女儿讲 不要看那么多电话 眼睛会坏 我们都说 电话不要看那么多 眼睛会坏 电脑不要看这么多 眼睛会坏 其实不只是 眼睛会坏 这个这么简单 还有一些 辐射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 它的辐射的问题 但是呢 我比较关注的 就是这个 科技呢 刚才我说 科技 我们看上去呢 哇 我们可以跟 人家有很好 很频密 很频繁的交流 因为很多的社交媒体 我们在WeChat 在WhatsApp 在Telegram 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 跟人家有交流 可是呢 这一种的交流呢 是 你贴图 发一个emoji 或者是你发信息 这样子 很少讲话的 其实呢 他们发现呢 这样子的交流呢 它不会刺激你的大脑的 它不会正向的 刺激你的大脑 如果不会正向的 刺激你的大脑呢 你的大脑发育 就会有 可邦度 可邦度叫 有被阻碍 大脑 大脑发育被阻碍 大脑发育被阻碍的话呢 你会发现一个人 它会齿顿 它会齿顿 特别是小孩子 小孩子 你会发现 现在的幼儿园呢 他们会有一种的问题 叫做 感同失调的问题 感同失调是什么呢 你在幼儿园 在小学阶段 你会看到 我的一个朋友呢 他开了一间 感同失调 感同治疗中心 感同治疗中心呢 就是特别 帮助那些 感同失调的小孩子 如果有感同失调的小孩子呢 他会有什么表现呢 他会 不灵活 很笨错 手脚不协调 可能这样子跳 他不会跳的 我是太肥了啦 跳不起 但是小孩子应该可以跳啦 跳不起 然后走直线 他们不会走 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他们不会做 拿 拿小样的东西 他们手不会拿 然后呢 他们不懂得跟人家交流 不懂得讲话 不会讲话 然后注意力 很不能够集中 这个叫做感同失调 这些是其中一些的特征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呢 当然有很多的因素 从在肚子里面 一直到他成长的过程 怎样照顾他 你给他用什么东西 都会影响他 但是呢 其中一个呢 就是手机 手机 我这个朋友呢 他发现了MCO过后 他说MCO过后 开放了之后 他的中心突然间 多了很多人出来 生意越来越好 意思说 感同失调的小孩子 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呢 因为MCO期间 全部人在家没有事情做 然后呢 又不能够去外面 个人接触的机会就少了 然后个人又没有接触 每天关在家 玩什么 不是玩泥沙 不是钓鱼 是玩手机 手机玩多了 这个整个人就变成讲师 讲了 讲话了 头脑讲话 四肢讲话了 其实因为是头脑没有被刺激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问题 如果这一代的少年人 儿童 每天都沉浸在这个手机里面 没有去跟外面的人交流 如果他们 这个感同失调的问题呢 没有被治疗的话 12岁过后就定型了 你可以想象 往后一代的人 全部的人都是 很笨错的 头脑不懂得想的 不会想的 不灵活的 不懂得跟人家交流的 专注力没有专注力的 OK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样子的人 整个人被扭曲了 长大了就不会做工了 不能够学习 很难学习 OK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生理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上帝所创造的人 我们人是社会型的人 是需要有跟人家接触的 可是因为这个科技的发展 导致人跟人之间的联系 被中断了 刚才我讲 看上去你是跟人家有交流 但是其实 他却是在现实里面 他不懂得怎么跟人家沟通的 他不懂得怎么跟人家讲话 电话里面很会讲 打信息 整个样的脸会跑出来 笑啊 哭啊 可是在现实里面 他是目无表情的 他不会沟通的 然后呢 有时候我去探访 一些家庭里面他有少年人 有时候会去探访少年人 去探访他的时候呢 他不管你的 我明明是去探访他的 可是他不会管你的 他只会在网他的电话 问他一句 可能会打一句 有时候打不读不打你的 他在网电话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 有啊 不懂你们的家庭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我看我们少年人应该没有 因为我们少年团体活动太好了 让他们健康的成长 OK 好 所以呢 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 你想一下 一个人呢 如果不懂得怎么跟人家相处 少年人 或者是儿童啊 他不懂得怎么跟人家相处 不懂怎么沟通 不懂怎么交流 他长大的之后 他的工作会顺利吗 不会顺利 他 他娶了老婆 懂得跟老婆交流吗 夫妻会懂得交流吗 不会 每天吵架 引发家庭危机 好 孩子生下来了 不懂得交流 不懂得沟通 不懂得怎么样去跟人家相处 孩子会健康吗 所以这个引发家庭问题 夫妻问题 家庭问题 后来就是社会问题 后来就是整个世界的问题 人越来越败坏了 越来越不像人了 所以呢 有些人因为不懂得怎么跟人家沟通 觉得人很烦 哎呀 你很吵啊 你咕咕咕咕咕 每天吵不停 又会发脾气 那么我不要跟你好 我就跟机器人好 是吗 所以有些人就娶了机器人做老婆 其实我是觉得以后机器人会越来越来越像人的机器人 他们甘愿跟机器人做朋友 不要讲机器人 你会发现吗 有些人 他们跟宠物 狗 猫 还好过跟人 对不对 但是狗和猫 还是狗和猫 他找一个比较像人的机器人 还更好 所以跟机器人结婚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整个的社会的问题 好 更严重的呢 就是破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你想一下 青少年人 因为沉浸在这个 这种社交媒体里面 然后呢 又喜欢打游戏机 打不停 打不停 然后呢 又喜欢看短视频 我觉得呢 青少年人 你们应该不会上网的时候 去找资料啊 看文章啊 研究一些书啊 很少吧 通常你们是做什么 看短视频 TikTok TikTok是吗 TikTok就是抖音啊 对啊 一样的东西来的 不一样 看TikTok 看抖音 短视频 Facebook里面 还有那个什么 我只知道Facebook Facebook里面有一个 是Watch 是吗 给你看短短的影片的 扫来扫去 你知道每天这样子滑 没有天这样子滑的话呢 然后又不喜欢看书啊 它就会影响你 专注力 一个人他不能专注的话啊 他会读圣经吗 不会的 他不能够专注那边读圣经的 他会学习神的话吗 会安静心下来 跟神交通 祷告读经吗 很难的 他不能够专注 因为我们跟神交通啊 我们要安静心 读经祷告需要默想的 需要专注的 所以你会发现呢 现在的主日学学生啊 你教主日学教久了 教十年二十年 你会发现 现在的学生很难教 他们不喜欢 不喜欢学习神的话语 所以从昨天的圣经考试呢 我会发现啊 年长的他们成绩很好啊 少年人 我不是说你们不好啊 会比较差一点啊 可能也是因为 最近是在考试的期间 但是从平时的表现会发现呢 少年人 主日学更长 他们不会静静的坐那边 听老师讲故事 他们要看视频 会动的 所以老师要花好多时间 胸口睡大时 表演给他们看 才会抓住他们的注意 他们才会坐在那边听 他们不能够静 不能够静 所以现在的人都不能够静 他们要动 所以呢 如果像我这样子 去教主日学的话 我就惨了 你放这个 PowerPoint啊 还要美美的 还要会动的 才能够吸引他们 所以呢 今天你看我们主日崇拜 也是要做好多PowerPoint啊 给你们看啊 你知道我去 这个 姐妹会讲到 很轻松的 不用准备的 因为这些Auntie啊 你不用PowerPoint的 你讲到 没有表情都好 他们都可以很专心的 坐在那边听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受这些东西 影响很少 他们专注力很好的 有些会打瞌睡 因为年纪大了 那个是可以了解的 但是呢 他们的专注力 比起儿童 比起少年人 好很多 好很多啊 然后呢 又不喜欢学习圣经 不喜欢 不能够好好的祷告 怎么办 怎么认识这一位神呢 不认识这一位神 怎么跟神建立关系呢 所以这个是他的危机 然后呢 你知道在网站上面 有时候我们看很多东西 遇到有问题的时候 哇 Google search 现在不用search 去checkGPT啊 checkGPT 什么东西都有啊 但是现在都还不成熟啊 好 你可以找各种各样的资料 你找到各种各样的资料 又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真理的根基 不稳的话 不懂得分辨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什么是对 什么是不对的 所以就很多的 这些影响啊 资讯的影响 让我们走偏路 走偏差的路 所以好多的人呢 在网站上面呢 接触了异端之后呢 就是这样子被带走了 这个对我们的救恩啊 有很大的危机来的 所以要根基不稳 小孩子从小不懂得 不认识圣的话 根基没有 就很容易随风摇摆 很容易被影响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好 更严重的呢 就是失去救恩 科技最让人担忧的是 让人呢 人啊 特别是现今时代的人 慢慢的在依赖科技 你想一下 这些都是科技 我们没有Aircon 没有灯 没有 没有Smart Cooker 你还能够生存吗 现在的人煮菜 不需要开火点火的 全部东西丢在一个 煮菜机器人里面 他就帮你煮一道出来 你要桑包 他帮你煮桑包 你辣椒丢进去 东西全部丢进去 他就帮你煮好好的 你要蒸鱼啊 你要炒菜啊 全部丢进去啊 有没有看过那个东西 那个叫什么了啊 我都忘记了 他就帮你煮好好的 很方便 不会煮菜的人啊 他都会煮 所以慢慢的在依赖着他 然后呢 慢慢的被他摆布 所以今天如果拿掉了 这个Internet 线中断了 可以生存吗 一天可以 十天呢 可以哈 OK 今天啊 他们就可以了 把家里的线扒掉 手机收 收一个星期吧 今天手机收一个星期 好 他是让人呢 电子游戏不要打 一个星期啊 OK 然后呢 觉得好方便 好方便 好方便 一没有了这些东西就不方便了 你就不能了 不能够生存了 哈 不懂得怎么去生存 所以呢 这个整个科技呢 是慢慢的 慢慢的 他一步一步 让科技 还有人 整合在一起 人 我 我不能没有你 你不能没有我 这样子 要整合在一起 哈 所以以前呢 我们要上线 然后再下线 现在的人没有 每天都在线上了 然后呢 慢慢的进入虚拟的世界了 更爽 每天在虚拟里面 啊 呃 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哈 后来呢 为了更方便 更方便呢 然后呢 最后呢 就进入 晶片 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晶片哈 牧师也转过 元宇宙啊 这些晶片的东西哈 晶片666 让你更方便的生活 哈 整合在一起 哈 这个呢 就是慢慢的带我们走向灭亡 失去我们的救恩哈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整个科技呢 是整个世界 要 淹没 这个世代的人 少年人 还有下一代的人哈 所以今天我们做大人的 我们做少年人哈 我们真的是要很谨慎哈 我们不要被淹没在这个洪流里面 因为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不一样的哈 圣经说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要让 跟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洪流 而被水波逐流哈 你知道如果我们要不一样的话呢 大家都沉浸在这样子的科技的方便里面的时候呢 你要跟别人不同 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哈 啊 你需要很大的勇气 特别是今天如果我们要跟这些东西 不要让他影响我们的话呢 我们也需要勇气 这个勇气从哪里来呢 这个勇气从圣经的话语说给我们的 他说 唯有你们是什么 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哈 我们要一生一世记得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有人说呢 这一节的经文哈 是整本圣经里面哈 对信徒最伟大 最伟大也是最美丽的描述哈 我们信徒就是这个哈 彼得前书哈 彼得为什么要写这一句的话呢 我觉得那个背景我们需要认识一下哈 彼得前书大概是在主 主后六十四年 差不多是这个时期写的哈 那个时候呢 尼路云 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尼路云 他虽然已经开始在逼迫基督徒 但是还没有大规模的逼迫 大规模的整个世界性 世界性的逼迫还没有到哈 不能说世界性 大规模的逼迫还没有到 但是呢 那时候彼得前书的读者呢 他们所处的整个社会呢 是对基督徒是很不利的 是很不利的哈 因为那时候整个社会呢 他们很讨厌基督徒 不喜欢基督徒 不管这些基督徒的人呢 在他们犹太群体里面 还是外邦群体里面呢 都是不受欢迎的哈 特别是这些犹太领袖哈 他们因为很多因素啦 所以他们敌视基督教 讨厌基督教 把他们边缘化 甚至呢想的最好呢 把这些基督徒全部干掉 然后呢他们就主动 跟罗马政府 合作 要去逼迫这些基督徒哈 保罗 保罗之前就是这样子 跟罗马政府 联合去逼迫基督徒 然后呢 因为 这些呢 他们为什么对基督徒有不好感呢 因为他们觉得哈 这些基督徒哈 不管是在生活习俗里面 跟他们格格不入 他们的教导哈 觉得他们的教导很奇怪 然后呢就有很多的谣言 散布在 有很多对这些基督徒 很不利的谣言哈 结果呢 基督徒呢就被边缘化 就被敌对 走在街上 好像过街老鼠这样子 人人喊打哈 所以呢 他们觉得很多的压力 很多的攻击他们 那么呢 如果你是当时的基督徒哈 面对这样子 社会给你的压力的时候呢 好多人呢 他们会觉得很沮丧 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 做得这么辛苦 被人讨厌 被人边缘化 被人敌对哈 那么一些人呢 就可能就像压力低头了 结果就放弃了信仰 有些人呢 就被异教文化来 被童话了 好 所以呢 彼得看见他们的需要呢 就写信安慰他们 啊 然后呢 另外也预备他们 面对将要来临的大逼迫 你路还地给他们大逼迫哈 所以就勉励他们哈 不要受这些 思维的压力 来 水波逐流哈 好 那时候 然后彼得就告诉他们说 有人可能会拒绝耶稣 有人会拒绝信靠耶稣 也有人会被耶稣基督绑倒 但是你们基督徒不一样 啊 你们也是被拣选的 你们是被上帝拣选的 是已经被归在耶稣基督名下的 是有精尊的祭司 我们今天所服侍的 是那一位君王耶稣基督 我们的身份是尊贵的 我们基督徒 虽然外面世界的人讨厌我们 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 我们还是尊贵的 我们是特别给被神选的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已经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 归给耶稣基督的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是属于上帝的 是跟上帝有特别关系的 我们是不一样的一个群体 我们跟世界 整个世界的人是不一样的 这句话总结来说 就是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特别蒙神拣选的 我们是有特别身份的 是属于上帝 被分别出来属于上帝的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所以这个彼得就是这样子的安慰他们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也是被拣选的主类 我们也是军尊的祭司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既然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就要跟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 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不要让这些科技的 所带来的方便 来影响神所创造我们这个 有尊贵身份 神拣选的人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呢 你能不能够专注在神的面前 今天你看你旁边的人 有没有在用手机在讲话呀 有没有 好 所以呢 我们要 我们不能够 我们躲不开这个世界的洪流 时代的洪流 我们躲不开 但是呢 我们要把这个破坏呢 减到最低 把这个破坏减到堆积 不要让这些科技来破坏我们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 小朋友 要做什么 要来参加团契啦 刚才短告 视频做得这么好 我们的团契里面 有这么多的朋友 节目这么的精彩 可以学到这么多东西 我们要来团契 然后来团契的时候 就不要带电话了 我们少用手机 少一点上网 OK 然后呢 来团契 来教会 在少年时期呢 好好把握这一段的时期 你今天 怎么去装备 怎么去塑造你自己 就决定了 以后你是怎么样的人 所以这个时代呢 不要这么紧张 先等一下才上来 还没有讲完 所以这个时代呢 是你们装备自己的时间 建立你成为一个成熟 属神的子民 有荣耀神 神荣耀形象的人 所以少一点玩手机 多一点读经祷告 回到老本行 多一点读经祷告 就对了 多读多祷告 让你的信仰有根有基 那么呢 你就不会随风摇摆 不会被人家影响 然后你要确定 你自己是谁 你要确定你是谁 OK 你不属于这个世界 不需要被世界的人影响你 你的朋友会笑你 哎呀这么老古董啊 人家今天打game都打到哪里去了 你还不会打 有朋友笑你吗 林静 没有啊 OK 所以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从这些东西 分别出来的时候呢 你要顺服真道 现在的人呢 不是因为你做了坏事 以前旧约的人是因为不顺服神的律法 而被神惩罚 被神惩罚 刑罚 现在的人呢 是因为你要遵行神的道 而面对逼迫 面对避害 面对别人的指指点点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可能你还感受不到那种科技 可能会对你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是你还没有面对那种科技 所带给你的那种压迫 以后我们不知道 以后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预测 以后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当你从这些东西分别出来的时候 你为了顺服真道 你为了站稳你基督徒的立场 可能你会被人家嘲笑 被人指点 甚至是教会里面的人 教会里面的人 都可能取笑你 都可能说你 哎呀这么极端 但是呢 你千万要记得 你是谁 你要站稳你的立场 不要水波逐流 好 他说世界上呢 最大的恐惧呢 就是你在乎别人的看法 在乎别人的看法 当你不惧怕人群的那一刻 你就不再是一只羊 你是什么 你变成了一只大狮子 一直一股巨大的怒吼 在你心中生起 那是自由的怒吼 意思说当你不惧怕人家的看法的时候 不怕人家对你指点的时候 不怕人家嘲笑你的时候 你就自由了 你就从这一个压力里面 你得着自由了 所以这个自由 这个勇气从哪里来 从神的话语来 所以当你自由的时候呢 你不止不会水波逐流 你还可以成为中流砥柱 中流砥柱 这一节经文后半句他说什么呢 他说要叫你们宣扬 神给你们特别的身份 给我们特别尊贵的身份 不是要 不是要从世界 断绝跟世界的来往 而是要叫你们宣扬 召你们出黑暗 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意思说呢 神要我们今天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可以宣扬神的作为 让人在黑暗里面的时候呢 有光照在他们身上 这个光就是主耶稣基督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少年人 你有转化世界的力量 今天除非我们自己呢 懂得 懂得站我们的立场 当我们不被同化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转化这个世界 我们自己不能不被同化 我们才能够转化这个世界 回到刚才的那个研究 刚才那个研究呢 有九个人是假假举手的嘛 对不对 假假举手 然后一个人被影响 但是呢 如果在这个九个人里面呢 有其中一个人 他选对的答案的话 那个被测试的人呢 他看见有一个人他举手了 那么呢 他选择对的答案的 那个勇气就增加了 意思说今天如果你懂得做出对的选择 其他的人看见其实他很想跟你一样的 但是他看到全部人都不一样 他也跟着做不一样 但是他看到有一个人是在做对的选择的话 他跟着做对的选择的那个勇气就大了 所以各位少年人啊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可以正面影响别人 我们可以正面影响别人啊 所以呢我们在团契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学习彼此的鼓励 我有时候看见少年人啊 昨天也是啊 一练歌练到一半停下来的时候 哦电话又拿出来 无时无刻电话不在手上啊 所以我们要学啊 电话收起来啦 不要用那么多 我们多跟人家交流 多做一点运动 刺激你的头脑 让你变成更聪明的人啊 所以我们可以正面影响别人 特别帮助那些已经沉沦在 这个科技里面的人 我们把他们拉出来 把他们拉出来啊 所以呢 就算他们笑你不用紧啊 今天他们嘲笑你 明天他们对你刮目相抗 他们会钦佩你 哇你这么勇敢啊 所以少年人 你们要说我们不一样 来 来再来 一二二三 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要追过主流 我们想要成为中学有平術 因为我们是 这一天天的主位 是有非正的基地 是正前的国庆 是主持人的子民 要是要赞造我们 主黑暗 不清妙化明色的平衡 阿妹 阿妹 好 请少年人来 带领我们 让他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 可以成为中流砥柱 来 影响这个时代 来 给你们时间 所以我们少年人 要成为被军 被拣选的族类 使君中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以这首诗歌 来作为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使我们爱坚强 光照样 光照样 时间争灵 爱惜 equilibrium 爱惜症病 爱惜眧阳 风极犁 若静明 瘟临 波临间定 尤阀 mett 상을心溢 私侧就是这个时代表 扶持世神 折旧从海头 让你爱得半渐 让火焰燃烧 去除心灵泪烟 破开云 不解晴天 让这歌声勇气 说我们爱坚强 团着烟 团着烟 我们一起站起来 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一火而行 星舟是路 祈祷颖火 跨背脚步 星星上等 星天颇小 赞背歌声 向人间 祈祷颖千年 祝爱火焰 人火通明 照耀着地 忠心灯口 恳无期待 在此梦人 尽力不息 若那火焰燃烧 去除心灵黑夜 破开云 不解晴天 忍着各声勇气 使我们爱坚强 光照耀 光照耀 世界真理 爱心炫耀 封几肚明 或灵坚定 扶持世上 尊救中海洞 让祈祷预备 令你爱更万人间 让那火焰燃烧 去除心灵黑夜 破开云 不解晴天 让这歌声勇气 使我们爱坚强 观照样 灯烂火焰燃烧 去除心灵灭烟 脱开雨 不见晴天 让这和声勇气 使我们爱坚强 观照样 观照样 让那火焰燃烧 让那火焰燃烧 去除心灵黑烟 火焰燃烧 不见晴天 让这和声勇气 使我们爱坚强 观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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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好不好 我们一起举起手 为我们的少年人来祝福祷告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举手 为着你家中的少年人 为着你在教会里面的少年人 让我们奉耶稣的名为他们这个时代来祝福 奉耶稣的名宣告他们要脱离这时代 一切黑暗的缠绕 一切黑暗的全世的攻击 让他们在教会被神兴起 成为改变这时代的少年人 成为彰显神荣耀的少年人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是的 主啊 我们这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特别为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少年人来祷告 神让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 主啊 这世界 即使这世界充满着弥漫的黑云 融罩着这时代少年人 但是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 这一群有真理的少年人 神让他们要突破一切黑暗 他们要突破这时代的洪流 他们要奉耶稣的名成为中流砥柱 实践真理 成为改变末后时代的青少年 主啊 我们奉耶稣的名为着这些少年人来祷告 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 他们是被拣选的主类 是有精捐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神让你选招他们 招他们出黑暗 录奇妙者官民的美德 他们要成为宣扬真理 宣扬救恩 宣扬福音的这一代 主啊 我们奉耶稣的名为着每个少年人来祝福 神让你与他们同在 当这个时代 被谬歪曲 在影响着他们的时候 神祢帮助他们 让他们为主而葬 让他们为主而立 让他们为真理 而大胆的发声 让你的赐给他们的 是甘强 是仁爱 是谨守的心 不是胆怯的心 奉耶稣的名 神让我们也宣告 你保会是圣灵 必于这时代的少年人同在 让他们成为你手中 被你重用的器皿 被你使用的工具 被你使用的管道 成为带领人们出黑暗 录奇妙 宣扬主你自己的美德 主我们为他们祝福祷告 为愿天父上帝你的大爱 我主耶稣基督出了意外的平安 圣灵保会师 引领这时代的青少年 引领我们当中 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为真道 大那美好的仗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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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